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是 又邁二 計花先生 贏者 繼續我們新番的介紹 這個新番的介紹 第一 擺頭叫做第一套 這套原本我是沒有打算看的 為什麼不看的原因呢 首先第一 驚蛇 其實我對驚蛇是沒有什麼期望的 然後我再看到就是 劇本籌劃花田實惠 那我更加沒有什麼動力想看下去 但我看到每個主持都報名說 我看了 然後又說 都放一看 其實我和你是一樣的 不是應該是其他主持看了你才可以免營不看的 你幫他掃光地雷了 不是 這些地雷不是我掃光嗎 這裡主持有一個驚粉座的震 而且我要講得花田實惠之陽震著的是OK的 就是這樣 我們第一套說得驚蛇 第一套就是這個 吹奏霸 叫什麼 第二套 那就是講管言樂 管言樂 管言樂團的故事 他在這個 裡面的電話是一個 學部 一個吹奏樂部 不過如果以香港的理解 就是管言樂團有什麼分別的 基本上 簡單言樂團的故事就是在這個初中的時候 女主角 對 女主角 其實也不是初中的 他小學就是了 因為沒有人吹低音號 不如你吹吧 故事一開始說就是在初中部最後一次的全國大賽前 對 那宣布究竟誰能夠獲得金獎的時候 其實宣布金獎是沒有什麼用的 應該是誰宣布誰可以進入全國大賽才有用的 所以這個說明那個地方有些奇怪 就是他那個全國大賽前 也是全國大賽前 其實他們最差的地方就是他拿金獎是一個廢金 所以一向都進不到全國大賽 不是因為他那個金獎的定義我是看得很奇怪的 因為初中也不太明白 對 也不太明白 因為我們的定義應該是只有三名而已 金銀銅而已 金銀銅就是我們一二三 但是看下去你才會發覺 原來金獎有很多個 銀獎有很多個 銅獎有很多個 銅獎有很多個 但是金獎入面 可能只有一名才可以進入全國大賽 即他的解釋就是金獎有很多 但是叫做什麼呢 叫做再進入全國大賽 就會在這群金獎裏面再去選一個 即是說其他人拿到金獎 其實某種意義上你根本就不是拿金獎 所以先稱為廢教 其實是安慰獎 銀獎那個叫什麼 銀獎裏面更加 退銀 退銀 殘念 始終我覺得是學校數目太多了 始終都要有些地區選拔 或者這樣說 金獎近年你說做這一類型的作品 其實我覺得很反感 即是他已經不太流行 要大家的目標是全國大賽 他一向現在的套路就是 著重學部裏面的生活質寫 即是什麼 飲茶又怎樣 其中一種 故事裏面就說主角九尾子 升上高中之後 就乞意地選擇了一間 想著沒有那麼多人 可以避世 即是他之前做過什麼 壞事 他那一間學校說 手手服又可以是 這個是重點 對 這個是其中一個重點 這個是對你的重點 接著他一入學校的期間 立刻就碰到這個 吹奏部做宣傳 然後第一句他得出來的就是 嘩好難 好難 真的相當不行 故事裏面也是 接著他集結了另外兩位的 都不是集結的 那些是搭散的 本身 黏著你 我不要集結 他黏著你 的角色 他也有三位力場 英國好像叫六象 名字很怪 Sulfire 即是六寶石 六寶石的英文 葉月和小鹿 都是因為坐得近 同班同學這些很簡單的理由 就坐牌在一起 三個 然後跟著就 因為本身 小鹿和九美子 他們就叫做 學過 有接觸過吹奏 支持也是在吹奏樂的團隊裏面 但另外他有狗不打八 對 網球和 不過他說 他想轉型之後 他可能不想打網球 不是 網球太危險了 通常這些是甚麼 通常動畫裡面是天才 我甚麼都可以做的 不過這次想嘗嘗吹奏樂 這首不就是貪玩 就是想嘗玩其他事情 就是 跟著 在吹奏樂 就考慮 就是 吹奏樂樂大 idag 是的 其實就是 Mio 他的性格有點不同 她的性格應該跟Mio差很遠 差不多啦 老實說你經常說她的角色 你任何人都同得入 太長直 認真 她是很固定的 Mio不是飯碗嗎 還沒出 你怎知道不是 你肯定? 我都不肯定 故事裏面就 他們入團後 真正的故事是由入團開始 入團後她就描述 其實這間學校的吹奏樂團 其實水準為何這麼低的原因 她就開始鋪出來了 現在三集裏面 她鋪了三條線 第一條線就是 為何要學這個低音號 第二條 這條是否真是線呢? 學背景 其實我覺得是線來的 你先說完 第二條線就是 這個吹奏樂團 在學校裏面吹奏樂團 為何水準會這麼低 應該說上一年發生了什麼事 這條算 這條一定是 第三個呢? 第三個就是 其實是例來的那條線 例如為何會這麼努力呢? 其實她鋪的線 另外那兩個 你顯然看到 暫時還沒鋪線 不知道有沒有線 一個會不會是為了什麼理由 而放棄打這個網球 一個就不知道 因為打不爆地球 我覺得應該不習慣 首先二年級 即是早些發生過的事 應該是主線 一定是 例來要去 全個大賽 都應該是主線 因為你跟回之後 會有發展關係 那不然反而 她家裏的問題 她家裏 她家裏 一定有吹 其實她是主角 你叫她主要角色 主要視點角色 她那條 我都必然會視為是主線 但是K-On的主角 你不當她是優先的 即是故事線 都沒有 我又覺得不能夠 將K-On的一件事 套入上下音樂 那裏 我呈現看到 那個主角 對上下音樂 有掙扎 他好像 又不想再逃離 這件事 想逸玩 但沒有了這件事 他有時很失落 所以可能 是否牽涉她的過去 怎樣可以說回這個原有 似乎是故事 你也想帶出一個重點 最主要你說 其實在兩集中 一開始最出位的 當然是這個 顧問的老師 她那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 很理所當然 我覺得很合理 你一來到 我又不認識你們 我又新上任 你們去年有什麼目標 我去年之後 我們去年目標是參加這個全國大賽 然後她就問你 那你們今年的目標是什麼 是想輕輕鬆鬆地玩 還是要認真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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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不是 我看見你 好 給你兩條路來選 要不就跟我發煞 努力地吹 吹上吹奏 要不就去玩 正常中學 你都知道 我們都要去甲子月之外 我們都要有目標努力 要去著大賽 有一個人舉手就可以了 然後全都要舉手 這是面子問題 所以 所以 雖然說他有人舉手 但也可能是假裝 但是 你不要理他假裝 假裝的問題 其實那位sir 真的有一個顧問 他正在問那個問題 就是 我都要知道你們的目標 我才知道怎樣去教你們 簡單說 你對於每一個學生 你正在問一件事 你要我先拿一套什麼標準 去對你 你是要認真玩 還是你沒什麼所謂 你沒什麼所謂 你沒什麼所謂 就沒什麼所謂 要認真就跟你認真 或者這樣說 這個位裏面最錯的一件事 其實也都見到在三集裏面 最無能的那位部長 那位部長真的無能 我覺得是 真的兼費 他是投票 然後說 你匿名投票都算了 你跟我玩舉手投票 所以是一個必然會導致的結果 我看到其他人投票 如果我不投票 就很壞 我一定投了 然後最大問題就是 OK 有人投票 我想去全國大賽 有人投 有一個投 我想去玩 然後其他人 小數人多數 然後其他人怎樣 你都見到 大部份人是沒有舉手 其實 完全是香港的沉默之聲 那班人 那班人才是大多數 沒有表態 然後他應該問 沒有表態就是說 我們是幾乎想去玩 和全國大賽之間 簡單來說 我是想拿銀獎的 其實 老實說一句 我覺得這套是有真實感的 因為我只有這麼明白 這個第一個真實感 就是那些不舉手的人 實在是我自己的 中學時代記者太多 負心在座都沒有人舉手 不是啊 其實這個投票 你不覺得很奇怪 就是 我投了是不是 多數贊成小數 我就去做 如果我說 想戲玩 原來你們投票出來 我是想進入全國大賽 那我就要先退步 不是 這個就是這個 好像死了的微縮 你不一定支持的議案 但問題是 旁邊很多人都支持的 那一定是 問題在於 他比其他學部 他涉及的人數 實在太多了 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意志 就算這個統一的意志 不是你的意志 但是一個團隊的意志 你不喜歡的話 你真的可以退出 如果說 喂 他現在說的問題 就是 我現在這個學部 我們是以全國大賽為宗旨 你現在想中間一個學部 叫做 我想以 棄玩為目標 那你開個輕音部出來 那 不用這麼煩 你又想棄嗎 你又想棄嗎 喂 我們組一個同學會 然後找個顧問老師 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來的 又可以賣錢 其實應該是這樣才對 如果他現在解決他那個 有部分人玩 有部分人想入全國大賽 雖然不知道舉手那些 是不是真的 他自己的真心 其實應該這樣 剛才樹齡所說的 才是一個正當的解決方法 就不是現在這樣 好像梅拉姦 那樣 不知道怎樣 最愚蠢的一件事 你不要說 阿sir 的問題是到點 但他的處理行動是不到點 你想全國大賽 那全國大賽 你們各自練習 然後我覺得 他根本上叫做 我當這傢伙看得很通透 究竟其實這裡存在什麼問題 但你不去理會問題 不是的 我覺得很正常 你見到 身身裏面有些 連咪嘴都買錯的人 可能是APC都會按 你明知道有些身手 你作為一個指導的老師 其實你應該有責任 指出這些東西 這個有個不同 因為剛才這個學部說到 在主角群而言 他們是高中一年級 但這個部份是有其他學長的 而另一方面 就是說 他每一個負責音域的部門 其實是有一個大隊的 其實換句話來說 其實如果大家了解 一些一般學校 orgestra的運作 其實真的是分開練的 而也不可能說 你分開這麼多部門 就有十個八個音樂老師 不好的 其實都是高班大低班 一起練 是有這些情況 合理的 還有我也覺得 老師的行事方法 是跟我們 我想可能至少在香港 我至少覺得 比較少出現 就是他不太喜歡 強迫或規範的學生 我自己 代入他的角色 會這樣想就是 打高中生 其實應該會選擇 應該會想的 於是我就給我權利去做投票 給我權利去選擇 那你應該為自己選擇 負責任 當然了 比較理想化 做不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個個案 我也理解 I am 講過一個架構的問題 但是那個架構的問題 其實你要表現出來 就算這班學生 三年生 去大一年生 你現在定了目標 其實老實說 正常 你作為一個顧問 或教練 你這個角色 你應該會給指示 三年生 其實你們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全國大賽目標的話 你就去加強這些訓練 你也看到 全部都是治癒訓練 而我們在第三集裡面 也看到 那個老師 其實真的沒有理會 然後說 你們找我 因為他下了一個基準 就是 當你們認為你們練習 可以合奏 你們就來找我 但可以合奏的程度 究竟是指什麼 他沒有意不格的 這樣指出 樹齡說的 有一點可能不太合理 我不肯定我自己一定 當然 但 問題就是 其實老師某程度的定位 是一個指揮 你作為一個領導者 你要下一個指示 其實 因為你作為一個指揮 你不是要精通 那個樂器 怎樣吹 你要說 我這次第一次 我們要合奏的 海兵隊 海兵裡面 其實我們需要 因為有身手 有路 有經驗者 我怎樣去的話 先統一了他們 其實這個團隊 每一個小團隊 其實他們帶領的時候 他們都需要指示 而這個指示 正正就是什麼 就是指揮要做的事情 我明白 樹先生和艾恩說的事情 你看到第三個情況 好了 我們第一次合奏 要吹的時候 發覺有些人 站著不停在說笑 做笑話 很正常的事情 你不要當指揮是傻 可能一百個面子 有兩個人在玩 他會看得出來 不知道 這個情況 他會這樣說 聽了嗎? 是不行了 那我就走了 為什麼不行呢? 不知道他是後來 然後有個學生說 為什麼不行呢? 一開始已經扭音 又不同步 其實這個問題 應該是一個老師 即場要發出的 而不是說 之後才找人說 即是學校老師 如果你們真的在說笑 出去吧 不要吹 第二件事 留了碼 自拍的同學 他應該做些事情 而不是什麼都不做 還要扔回學生的問題 而為什麼我會有這麼強烈的感覺 就是 可能到了第二集 到了他們第一次合奏的時候 其實這個問題 也未去到很大 真正最大的問題就是 就是說 老師跟他說 你們覺得你們吹得好嗎? 你們覺得你們這樣 就已經可以 你們來叫我 最大的問題 吹得不好才是應該的 然後 那個問題就是 顧問是說 你們再夾好才來找我 你作為一個顧問 你覺得不好 那你現在是指證不好 他現在叫做什麼呢? 他那種形式就是 沒有的 你們想參加全國大帥 你們應該有心的 你們有心的 你們會自己搞定的 其實不關我的事 我是來什麼? 我是你們兩個金掌 原來拋棄我 那個角色 你把所有的 馬上丟回那個波比的部長 我覺得兩件事不一樣 兩件事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要明白 他現在是一個orchestra 他在同一個樂器 有超過一個人做的 譬如說 你用chello 你用中提琴 你用violin 你不是一個violin 你不是要求 拉一個小提琴的人 拉到正常 你是要幾個小提琴 可以同時做到一樣東西 那個音跟一個小提琴 沒有分別 Exactly 這件事我正正想 但是這件事是 你自己負責violin 那幾個人自己搞定的 然後指揮 只不過是要violin 這個unit正常 chello這個unit正常 Trumpat這個unit正常 但是這件事 是within你自己的group人搞的 那我怎樣管理 Exactly I am你講到一個問題 我不是要他逐個人說 你是要跟個leader說 我跟個leader說 那個顧問跟個leader說 我覺得你們上大任 這班真的合得很不齊 你們的原因 為何合得不齊 你要有原因 有結果才會fix到 你不會去期待 那邊有原因 不是人家裏 你已經明白 他作為一個叫做 團隊裏面 最高的指揮者 他要去令到這個團隊 可以進步 我不要說傳不傳假 可以進步 他首先就是 他要了解這個團隊 了解這個團隊 最直接 沒錯 好像你剛才I am所說的一件事 就是我要知道 每個部裏面 他發生什麼事 他們是不是在玩花繩 或者他們不練習 而這件事 最清楚了解是誰 就是分部裏面的lead 你要問個lead 但在三集裏面 我們看不到他問個lead 究竟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說 部長你自己搞定他 然後部長你不跟我說 那我就不搞了 那你究竟 那個問題就是 究竟 這個叫做 所謂的顧問 他來的目的是什麼 首先 我可以這樣說 在三集裏面 我是不知道的 我也定不到 但至少一件事 就是告訴我 在身裏面 如果他最後跟我說 他是有心想帶領這群人 想去大賽的話 I am sorry 這傢伙是搞事的 我這樣說 我自己就不覺得 這個 這個 在這個動畫中的一個問題 是在於人們的技術 是不行的 其實 我會覺得 剛才說到一個問題 就是 為何那些人 他選了 參加全國大賽 為何要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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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正是中學三年輕人的弊病 自喜欺人 他以為 好啦 原來我們整天 我們整班人 會玩 開開心心 可以啦 順便可以參加全國大賽 很開心 這些人是 自己欺人的問題 這個絕對會有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 顧問老師 想點出的問題就是 好啦 你們選了全國大賽 你自己 manage到自己 對啦 你認認真真 去練那班人 他點出那裏 他看到來的顧問老師 在那個合奏 他指出那班人就是 那班人 根本就是不練習的人 他們是有技術的 相反之下 沒有技術的 一年級的 乖乖地去做練習 乖乖地去跟自己分佈的人 去做合奏 其實他想說回的是 你們這班人 如果不認真玩的話 就不要跟我說些什麽了 就不要以為自己定這個目標 就很厲害 我最後這樣說 在這個位置那裏 我不會再討論 在這個位置 我表出的東西就是 為何我會有這個質疑在那裏 我就會怎樣教你們 那OK 你先不要理 剛才是不是鏡花 或者I am所謂的問題 我是想威威 我 你問 大哥 你問我想拿100分 還是拿100分 我當然要拿100分 神經病 你真是當我傻的嗎 OK 我不理這件事 到我表面答案 或者答到是 然後他都說 你們想著答什麼答案 我就用什麼方式去教 其實就是 其實他所謂的教的方式 他現在有沒有教導呢 你當然說 你可以解釋為 他一個很高層次地告訴你 其實如果你想入全國大祭 其實我是想要你有自省的能力 如果你沒有自省的能力的話 其實沒有的 我可以教導你的 只是這麼多 你們去到全國大祭 都是這樣的樣子 是不是這樣 我們不知道 我們都下不了定案 在這個位置 我相信是下不了定案 在這個位置 我們討論100小時 我們都不知道這條彈傘 到底想想想什麼 這裏是第一個的伏線位 你可以說 究竟這條主線 究竟是怎樣走 因為本身又說 再發生迷 就是二連級 一些很有降勁的部員 就離開了 剩下這班其實是賤玩 簡單而言 那班沉默的大多數 其實應該全部都是賤玩的 只不過說 刺善你問我 你問我 想不去全國大賽 等同你問我 你想不想要錢 我當然想要錢 我之前有說這一點 真的相當真實 不論是在我們社會的縮影裡面 還是在我個人的經驗裡面 都是相當真實 因為我自己玩個合唱團 說真的一句 其實沒有幹勁的人 應該比有幹勁的人多 即是你說 這個叫做 在這個故事裡面 一種叫做 他最難去同一個樣子 其實他跟足球隊 跟盼球隊一樣 你十幾二十個人 你要統一一些 十幾二十個人的意志 去做一件事 而最重要就是 他不跟足球選手說 大臣會這樣說 我們要衝一下全國 然後全國說 哇行啊 我覺得就行了 你有衝力四球你搞定了 那我當然要入全國大賽 所以我覺得問題在於 葉月不懂一個相信我之術 你相信我 我們就入到全國大賽 那整班人就不想做 即是你說我 隱藏的樂章 不懂得吹些什麼 所以說 你沒有必殺技 我很難回答你 大哥 即是 這個問題 就是他裡面 其實最主要說 這班人 怎樣能夠統一他們 因為其實最重要是 一個人 在這個叫做 吹奏樂團裡面 是不能夠做到些什麼 你一定要整班人 去同心合力 那你說那個故事 你說他去到這個走向 其實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 一反常態 打算是 說經社很少接觸的 就是我要打入這個全國大賽 為這個目標 其實我也挺混亂的 即是OP裡面 其實你會看到 群像整個樂團的角色 但這些裡面 集中在那四個角色裡面 好像流行音符 就是K-On那種ED 這樣說的 這個OPED的風格 如果你看到 《驚醒》的作品裡面 一向都是這樣的 通常OP都是最正常的 都是先帶出一些主角 一些重要的角色 角色介紹 角色介紹 有他的名字 劇情 表現一些故事的 一些你預計會出現的情節 到Ending就是玩東西 通常玩一些花樣的東西 例如今次 雖然花樣就不夠厲害 即是以前K-On的 又噴又ROCK 花田實輝的花樣就很害怕 即是花樣後來的花樣就要死了 那編劇的花樣 這些都是那一句 都是看那個監督陣術的 那你說 現在的劇情裡面 他走向就是 其實比較 屈一點 他比較走向屈路線 其實我可以說是 即是看下去 我又不覺得算是屈的 純粹就是說 他遇到一些問題 他解決這個問題 才可以達成他的目標 我也覺得 不算屈的 反與其 將來一定會解決問題 看看他怎麼解決 屈的那些叫什麼呢 應該說 他現在定過故事的架構 我先當他13集 估計他也是13集 在裡面的解 他要同一時間 無緣無緣無故 要整班人中了 相信我之術 我只要這樣說 我相信一定是 你不會說 每人分幾分鐘 都會說 其實你有什麼困難呢 可不可以告訴我呢 這個是GTO的解法 你不會看什麼 彭琼漫畫 監督現在很神氣 我們都熱血努力 混亂 滾了二年級 混亂了一些人 回來就燈了 你如果這樣說 是不是第五集的隱藏劇情 其實監督已經是密謀 之前二年級的那些人 全部組成一個新樂團 他就在這裡 去找一些很有魅力的人 將他們過部 然後把那些人全部殺光 你不知道那個角色名叫Lenna嗎 Lenna應該怎麼做 就是拿柴堆 劈死所有的人 就可以搞定 那我想都有伏線了 他開頭 顧問你在聽什麼 英國語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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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嘩 我們找到 這套 就是他要 嘩 這個監督 我沒有為了監督 其實他是 他是要選擇在這裡 一些八折不鬧 有一個堅強 鋼鐵的心的 成員 去再找一些 就是 過往 很想很認真地玩的部員 再重整這個 吹奏樂團 大哥 人家玩吹奏樂 他玩軍樂 是不是搞錯了一點點 海兵隊 不是 第一章 他說 一槍海兵 其實有心意 哇 這次花庭十分很高 我猜不到 應該沒那麼深度 你想多了 深層次 解讀果然 不是啊 第三章 代言新世界 來啦 在哪裡 你到底有什麼事 第四集 下次就第四集 空之音 看下去暫時 那個套路其實 未知 因為其實 我知道他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照顧這個套路 其實他要解決這麼多人的問題 其實是很難的 其實是 他太多事 我們連名字都未知 好老實說 不是啊 我反而覺得 他因為 解決這個套路很難的時候 我才有期待 他究竟怎樣解決 客觀地說 我不是看著花庭十輝的名字 我可以的 不是啊 我偏見都這樣說 你看他過往 老實說 K-on真是代表作 老實說 不知說什麼 很深仇大恨 不是 你咬牙齒齒齒 不是 那裡真的沒有話可說 合宿 沙灘什麼都有 吃茶點 你去回他 我沒有看中二病 但中二病 其實不太偏向是解決事件 他以賣人物為主 你可以當是 但是你說 可能說回上次的金輝 那樣的 他要解決那個 遊樂場 那個營運 那個問題 那這件事是 一個很主要的事件 那 你看到他裡面 有些支線 或者是公主那些東西 那不是太明顯的 如果你說單一個目標去做 老實說 未必是很吸引的 以一個故事來說 但這邊反過來 就有一點意外 因為正如剛才阿雪瑩說的 很早提出 就是你會好奇 為何這個 男女主角 人際的關係 他人際的關係 你看到他 他會有個青梅竹馬 他有個前輩 即是他說 想吃飯的時候 就是他前輩 即是他本身的人際關係 這個團本身的問題 他會帶了幾件事出來 帶了很多的伏筆 對 反過來 你就會發現 好像有別於近年那種 驚世 大家對於他那種 腳本的問題 嘩 很廢 沒有話說 沒有什麼劇情 你會看到 有些東西可以看 還有我自己 其實挺喜歡 那個老師的設定 如果你跟我有GTO 我真的很喜歡唱歌 我很喜歡玩音樂 然後還相信我一支術 激勵學生 我就覺得悶 即是這些日劇 20年前都在玩 你不需要再玩 當然 我跟鏡花的看法 是完全相反的 我說很討厭的老師 OK 我也是這樣 其實我們 大家聽聽我們聽聽 我們聽聽 老師的手法 正正就是這套東西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三集裡面 只有他能夠有解 因為這個部裡面其實 部長 他幾乎是一個沒有領袖未力的人 甚至乎我覺得是趕鴨子上架那種 副部長 不要說的 是瘋的 不 部長那種 我感覺上 他未必是做部長的材料 甚至乎 可能我覺得是 因為二年級那班有能之士 走了 他才被迫 我想 九萬 我才被迫做部長 都未必不可行 副部長太有性格 不能擔當領袖 部長就被迫 然後你見到三年級全部的性格 有些就愛你不你 就說 隨便吧 其實你見到 這個部裡面 其實有眾多的問題 其實 解他人物只能只有一個 就是 好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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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計劃的顧問 他就是這個故事裡面 唯一的解 基本上是 你見到就是 主角群裡面 我們看三集園 尤其是根據他的黑話 主角群是沒有能力 亦都他們沒有一個才能 他們可以用他們音樂的才能 突然吹到他們全部上腦 全部被迫 我曾經有想過 阿麗奈那一刻 自己在吹Trumpet 那一刻 會否換成了 手裡面的團火 他吹Trumpet 那一刻 想像一個 真正的 吹小浩的人 哒哒哒 笑臨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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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了出去跳舞 我本來想過 幸好他不是這樣做的 所以其實我們 用剔除法的方式 只能夠說 現在只能夠說 顧問究竟 他報了多少部 你這個剔除法 贊於女主角 於何地 他是不存在的 女主角現在 現在他叫做 吹什麼 他都沒什麼所謂 不應該說 他一年級沒有任何能力 他是不是想拿全國大賽 因為他沒有舉手 他是屬於不比泰國一群 這個人 你不是說 他一開始就說 是不是出了一場 我要參加全國大賽 我一定要贏 你們贏不到他 你們等著他跳海 就不會 不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如果你是這樣的角色 其實你有領袖魅力 哪怕你是一個瘋的領袖 也沒問題 但你不是 你是一個不表態的人 你在這群人 在這個樂團裡面 你是一個成員 你不是一個大領人 或者你可以 點燃這個火花的人 不是 我相信九美子那種角色 就是他是有能力的 即是他有能力去吹奏那些人 即是有能知之事 但是他對於他的未來 即是怎樣走 不愛 去不去全國大賽 就好像K-On Yui那種感覺 即是未找到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九美子那個角色應該都很簡單的套路 都是那種 即是年輕人迷惘的 青春期 要穩定位 要成長 我覺得都是很簡單的 青春期會做的 但我相信解決難題都不會在主角群裡面 一定是 所以我才會用剔除法 剔除了只能是顧問 其實兩個有兩個角色 一個就是顧問 一個就是好用的副部長 不會副部長 我不知道 我感覺上他好像有這些 副部長是因為 副部長是梁公春日 即是這個副部長是因為有 叫做 好像剛才二人姐所說 如果他是 他可以表現了這件事出來 其實 不會 在 在 故事裡面 大瘋大廢幾次出來 叫人的時候 其實 其他人 你見到其他人沒有反應 就說 你不要理他 你不要勤他那麼多 大佬 有機會 可能 之前那件事 可能是因為他太過行動力 但有多了 如果他這麼厲害 這麼有能力的話 不會拖到現在的問題未解決 而問題是 如果他真的這麼有魅力 你不會在第一集 他們去招攬部員的時候 這傢伙是一傢伙都招攬不到 他的角色是什麼 大家應該要想起 Angelo Beast裡面 那位副部長 大家可曾記得這位副部長 沒錯 他真的是副部長 他連資是很高的 但這傢伙是沒有人看的 你簡直換成了主持 我夢寶的記憶 哈哈 你可曾記得 我多了 為何要提出這件事呢 這樣說 我也覺得副部長 應該不會是 可以試過一發逆轉的角色 因為你看到劇情裡面的定位 或者他正常做過的事情 其實基本上就是幫部長補獲 沒錯 他在投票那裏決定的 然後分組 跟組長討論的 他幫忙搞 其實都是做一些補獲的角色 不是 我是買他的行動力 我覺得他會搞出來 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有一件事很奇怪 很看麗萊那種 很著緊去全國大賽 其實他選學校 應該花點心思才是 沒有理由選這間 成績的東西 就是不少說 你真的叫做 才能才能 有些不一定是對的 有些東西是 你明白這些藝術家的脾氣 如果我去高級的學校 去贏的學校 那這些是沒有挑戰性可言的 我當然去一些比較 沒有挑戰性的學校 先拿到全國大賽才是厲害的 你甚至全國大賽 都不知道出不出賭那種 那才是他的 你叫什麼 出師未接生才死 只有哭字 第一集就哭了嗎 他第一集就知道 其實都說不通 第一集就知道 就是加了一個廢的團 就是他第一集 我相信他就不廢得去哪裡 只不過 因為他們自己也有金獎 就是純粹就是 廢狗而已 純粹就是說 有一個團 比他更加厲害 所以其實 我想應該是有些復筆的 他中學的時候 那麼著緊 但是又去一個學校 因為三集裡面已經告訴我 其實他要收的東西已經很多 在我們剛才說的討論 他要收的東西很多 他要收的復筆很多 就是一套強烈一套 不需要收復筆的 都可以弄成這樣 我不知道 當然這套有原作的 我們應該是看原作的功力 而看花田的話 就是看他怎樣剪輯的功力 其實就是 因為他是劇本統籌而已 不是有原作 我想京社也很少死的 我不敢這麼說 京社也很難說 之前花田十輝那幾套 就是幫京社做的幾套 都是京社自己出小說的兩套 就是影隔的比方 喜歡病那兩套 這套不是的 這套不是的 我覺得暫時表現都不太差 反而是有些可憐性的 或者我們期望一下 我自己覺得這次是 有些換一身的感覺 只剩下這麼久 是有些 有些樣子 一開始 其實我一看 又是四個人的主角 又是關於音樂題材 打算又玩K-On的那套 看完第一集的時候 真的很像K-On 但第二第三集來說 他講劇情這件事 我覺得 他已經跳出了K-On的框框 我有點期待 但是很明顯講 音樂的話 他就不及K-On K-On的音樂 我覺得感覺上 因為本身就是 管完樂團 剛才我們也說到 他根本有太多樂器 你根本就介紹不完 而且他也說 你那套是貴的 打算這樣 我意思是O-P-E-D 就是音樂的感覺 唯有再結束 看看他究竟 可不可以 叫做 欠一口氣 自己原唱就死了 我現在就改編了 去到過往的質素 可不可以拿回 我們就再看看 結束 這套就到這裡 我們到下一套 到下一套